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阿夫迪福卡方向最新的情况 那么截止18号,俄军在阿夫迪卡方向取得突破 那现在俄军在阿夫迪卡方向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阿夫迪卡的铁路沿线 并扩大了控制区,包括向北推进到克拉斯诺·霍里夫卡 在这个方向 另外还有阿夫迪卡方向南部地区焦化厂周边地区,俄军也扩大了控制区 南部地区的工厂区,俄军也可以看俄军也取得了突破 所以俄军现在在阿夫迪卡方向已经形成了一个前行公式 那么实际上呢,现在来看阿夫迪卡方向呢 俄罗斯方面呢,已经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啊 也就是阿夫迪卡方向呢 从俄罗斯方面的判断来看呢 在阿夫迪卡方向啊,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只是时间问题 阿夫迪卡方向呢,我介绍一下 俄军在这个方向呢,集结了是有 八个旅,八个旅在阿夫迪卡方向 那现在这个方向呢,成为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啊 最血腥的战斗 乌克兰武装部队呢,试图占领巴亨姆特啊 近十个月,但在战斗中呢,几乎被完全摧毁 阿夫迪卡和北部的巴亨姆特呢,形成联动 与阿夫迪卡,与巴亨姆特战役相似 阿夫迪卡方向呢,现在也是被包围 城中三万居民,现在只剩下一千多人 而且城内呢,只有一家商店 现在呢,纽约时报啊,最新的评论呢 阿夫迪卡对于基辅来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 顿巴斯民兵呢,于14年解放了阿夫迪卡 随后呢,被迫撤离 纽约时报的报道,那时起呢 乌军呢,将阿夫迪卡变成了乌冬的防御 一堆堆,距离该市顿尼斯克仅几公里 位于机场和主要设施的火炮射程内 使俄军呢,解放阿夫迪卡附近的领土 变得更加困难,那么乌军呢 仍然阻止俄军接近主要公路和铁路 那这是阿夫迪卡的战略重要性 因为解放它呢,将使乌军从顿尼斯克郊区 完全撤退 该地区的俄军呢,打算攻击主要的公路和铁路 对基夫来说呢,阿夫迪卡现在呢 具有特殊的政治价值 乌克兰武装变得仕途江州的城市 作为阻挡俄军进攻的标志 失去它呢,对乌军来说是重大的军事政治损失 尤其是在乌克兰总统资连斯基 即将举行大选前夕 资连斯基呢,和乌克兰总司令 扎尔尼将目光也投在了总统选举 本周呢,保卫阿夫迪卡的乌军士兵 总人数不超过1.5万 那对阿夫迪卡附近的乌军阵地呢 第一次攻击是从10月10号开始 俄军呢,还从乌克达尔、巴姆特之中 吸取了很多教训 首先呢,乌军阵地遭到俄军的火炮和 航空炸弹大规模轰炸 抵抗被战烟以后呢,地面行动开始 由于乌武装部队呢,在通往阿夫迪卡 所有道路布下了地雷 战斗排雷车 在装甲车前面进行移动 俄部队呢 同时向多过方向,发起进攻 从东北方 俄军呢,试图切断贝尔迪奇村附近的主要道路 其他部队呢,从西南方向塞威尔诺耶方向推进 目前该村呢,在一条通往城市的小路上 最激烈的战斗呢,发生在焦化厂 该工厂呢,为乌军防御的主要据点 该企业曾经是乌克兰最大的焦煤生产商 拥有巨大的车间 和多层地下厂房 总的来说呢,一切类似于马里乌波尔的亚素钢铁厂 还有北顿尼斯克的 和 巴哈姆特的金属加工厂 乌军部队呢,第一次 袭击通过大量使用乌人机被击退 阿福利卡附近的大部分战斗的都在掩体和隐蔽阵地进行 乌军占领者呢,耗尽了乌争计 俄军在不同方向 特别是从 奥普特内 亚克福利夫 瓦西里耶夫卡当方向取得重大进展 那预计呢,阿福利卡方面的驻军1.5万人 考虑到俄军呢,在阿福利卡方向投入了8个旅 每个旅是2000到8000人 乌军呢,在整个城市停留期间 9年的时间 建立了大量的防御攻势 那美国媒体分析啊 俄罗斯呢 现在面临着乌克兰在诱导俄军进入城内进行巷战 这对乌军来说有利 大家可以看,这是阿福利卡方向 外围啊 你可以看在这个俄军进攻的画面 但实际上要进入巷战的话 对俄军被努力,俄军伤亡会非常大 所以乌军现在诱导俄军进入阿福利卡的纵身 俄军现在并没有伤大 那在阿福利卡战役最激烈的时候呢 泽连斯基与英国首相苏纳克都进行了交谈 描述俄军操受重大损失 但实际上乌克兰的真正损失 乌军保持沉默 俄军目前呢正在为第三波袭做准备 到目前为止呢 大部分战斗呢发生在阿福利卡本身 不是发生在阿福利卡本身 而是发生在该市的西北部 就焦化场附近 那乌军正在试图呢 对该地区的侧翼进行保护 迫使俄军呢 进入阿福利卡室内 与乌军决战 俄军指挥部呢 是不想进入阿福利卡的 因为这意味着血腥的巷战 所以到目前为止 双方都在试图削弱对方的实力 目前俄军呢做得非常好 在袭击之前 乌军呢几乎耗尽了所有的无人机 而且乌军没有获得新的无人机补给 现在乌军的所有的补给线 都在俄军火炮范围内 那俄军呢 很快将完全关闭阿福利卡的补给线 这次呢 阿福利卡方向的战斗呢 俄军还击毙了格鲁加工兵啊 这是格鲁加工兵啊 叫拉马兹费特拉瓦和贝卡 洛马什维利 两个人被击毙 这个消息也得到了格鲁加外籍军团的证实 这是格鲁加外籍军团 那从他们的这个伤亡报告看啊 有9名格鲁加工兵受伤 其中3人伤势严重 两个人已经被证实死亡 除了格鲁加工兵以外呢 还发现了 身穿美军夹克的工兵 俄军呢 怀疑是美国工兵啊 现在正在这个进行甄别 大家看看就这个画面 下面写着汤姆啊 汤姆挂着美国国企 除此以外呢 还发现啊 美国北约的这个重装备 也抵达了阿布地嘎 这是抵达的巴尔A6坦克 到达阿夫蒂夫卡的这个画面啊 乌军呢 现在也在向这个方向增援 可以看前段时间啊 这个天气原因下雾 所以现在实际上的天气原因啊 双方呢 整个的战斗 也在寻找这个合适的这个天气啊 合适的天气进行 那除了阿夫蒂卡方向以外呢 在北部的巴赫木特 俄军呢 在巴赫木特也取得了突破 俄军呢 现在在巴赫木特方向这个突破呢 主要是在这个 教堂区 俄军呢 现在扩大了对教堂区的控制啊 俄军已经越过铁路 并完全控制着教堂区 看到了吧 完全控制教堂区 而且呢 在教堂区的这个火车站 俄军也取得了突破 所以昨天呢 在阿夫蒂卡 北部巴赫木特 让俄军现在呢 也在进行着这个 新的突破 在北部的赫鲁默默方向 那瓦格纳工兵呢 现在已经越过了这个 赫鲁默默这个水库 向伯格丹诺夫卡方向 恰索比亚尔方向呢 也在进行推进 所以从整体看 巴赫木特方向啊 乌军呢 整个的反攻 现在看被俄军 又进行了反击 重新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所以在巴赫木特方向 过去乌军这个反攻 夺回这些阵地 又被俄军全部 全部夺回 从这两个方向的情况来看呢 现在实际上乌克兰方面 在顿巴斯 在顿尼斯克 从巴赫木特 再到这个 阿弗蒂卡 那从整个战线的情况来看 乌军整体 乌军的整体 实际上呢 是在 被俄军啊 进行压制 也就是说乌军呢 他没有 整体防御的能力 各点都被突破 主要原因呢 还是啊 现在乌军的这个 有声力量消耗比较大 特别是在 扎布洛前线 那经过这个 接近九个月的反攻 乌军没有取得任何突破 而且自己被消耗了 大量的人力 特别是有声力量 而俄军呢 以一代劳 俄军呢 现在在 巴赫木特和阿弗蒂卡方向 八个旅 而且还有自己的预备队 而且俄军的这个装备 坦克 还有这个弹药 现在呢 也在逐渐的 运送到前线 所以我说 俄军呢 现在就是利用 乌军后勤补给的问题 自己反而拥有 这个完整的补给线 而且有完整的 军事工业体系 不断的囤积弹药 所以只要乌军 结束这个反攻 进入防守 俄军这个 大规模的火炮 大规模的炮弹 还有空中打击 就摧毁乌军的地道防线 那乌军就被迫 只能向后退 就撤出伊纠姆 包括撤出哈尔科夫 甚至最后只能退到第一波 所以实际上乌克兰方面呢 他没有下决心 从这个阿菲卡撤退的主要原因 就担心自己 整个的防线崩溃 被俄军的完全的碾压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西方现在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 也越来越来越少 而乌军自己又没有生产能力 乌军的现在手里边只剩下一些雇佣兵 只剩下一些这个 没被俄军炸毁的弹药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乌军连蒂尼波河都很能防御 如果被俄军控制了蒂尼波河 未来想要跟俄罗斯进行谈判 乌克兰手里没有一点筹码 而且美国大选 2024大选很快开始 你像拜登也好 像美国这个共和民主党 对俄乌战争特别特朗普 对俄乌战争其实不关心 特朗普更多是要美国的利益 所以如果共和党一上台的话 那俄乌战争马上翻盘 所以现在来看 实际上乌克兰现在只能坐下来 最尽早的和俄罗斯来谈判 这样对自己才最有利 因为现在看 乌克兰已经没有实力 和俄罗斯进行长期战争 而美国也有意 在大选期间结束这个战争 双方进行停火 所以这样的话 在阿弗特卡方向 在巴赫木特方向 从整体来看 俄军现在并不着急 所以俄军要一点一点吃掉乌军 消耗乌军的有胜力量 所以这也是现在的 俄军在巴赫木特 还有在阿弗特卡方向 取得成功的原因 俄军现在是步步为应 而且时间在俄罗斯这边 随着大选的临近 乌克兰方面会更加困难 特别在前线 弹药运输不及 乌克兰现在唯一的亮点 就是在地摩河方向 未来进行登陆 但是现在看来基辅方面 也是遇到了麻烦 并没有下定决心 特别是和英国的外向 卡梅伦会谈以后 乌克兰方面 能不能达成越过地尼泊河的整体作战计划 现在还很难说 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也不是无限的 所以 从整个南部的战况来看 现在在巴赫特和顿尼斯克方向 俄军取得突破 取得顿尼斯克宪法边界的控制 在我看来只是实际上问题了 甚至未来乌军可能要撤离 克兰马托尔斯克斯拉比亚斯克 从这个方向撤离 而哈尔克方向 这个哈尔科夫包括伊九姆方向 未来俄军可能会越过奥斯基尔河 控制伊九姆 这实际上都是未来 俄乌战争2024年将要发生 这是今天顿尼斯克最新的消息 我会持续关注 那么在顿尼斯克方向 俘虏美国士兵 包括北约部队 北约重装被抵达阿菲卡方向 从这个来看 那现在在整个乌克兰战场 北约他的实际上力量 包括北约这些工兵力量 已经成为乌军作战的主力 也说明乌克兰 他实际上能作战的力量 已经越来越有限了 所以这个战争如果再延续下去 对乌克兰说不利 乌军实际上会真的打到最后一个人 乌军整体实力削弱以后 就只能放弃蒂尼泊河对岸了 所以现在来看 乌克兰和俄罗斯坐下来谈 对乌克兰来说 反而是最有利的 再打下去 乌克兰连定义伯和都守不住了 我会持续关注 后期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对乌克兰来给大家吝pan